文化不同 就使得你很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到夏威夷你会看到 那家老外去夏威夷 一大早去喔 然后挖一个沙坑 把自己埋在坑里面 沙埋到这里 塞整天 他还不会头昏 中国人你塞一个小时试试看 整个人就昏倒了 所以凡是中国人到夏威夷海边 都躲在那个椰子树底下 要么拿把衣裳 那外国人看到哪一层就笑 你拿衣裳干嘛 外国人从来不拿衣裳 中国人就躲在那个椰子树里面 那椰子一掉下来 就把中国人打分了 然后外国人就告诉说去告 靠夏威夷政府 一告 得到几百块钱美金的补偿 那中国人更有兴趣了 不但躲在那里还摇 看看椰子会不会掉下来 结果搞得怎么样 搞得夏威夷政府 把所有树都靠光了 他不敢嘛 他下来赔不完了 这些谁对谁错 没有人错也没有人对嘛 谁对谁错 我非常反对说文化哪个对哪个错 我很反对这样 因为个人想法不一样 个人长期下来生活的累积的经验不同 所造成的 家教不同 我们每一家都有独特的家缝 就造成我们的看法跟人家不一样 男女 我一再讲这句话 他是平等的 但是他性质是不一样的 同权不同职 而且每一个人 他的体质不一样 他的嗜好不一样 他所学习的背景 他成长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加以尊重 因此呢 我们就建议各位 要首先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包括自己在内 这是最好的修养 我们常常先入为主 我们经常自以为是 我们常常以偏概全 我们常常非常地自我 而否定了别人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这方面的缺点 而这个缺点最后 是自己要承受的后果 就是自己会不安 老实讲一个人做错事情 你先会不安 人家骂你不骂你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体会 到底要不要骂人 其实骂人没有什么效果 你骂他 反而使他理直气壮 你看我做错了 你骂了我了 是你不对 你不骂他 他反而自己很不好意思 他会来补救 他会想把他做好 你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 我看你的情绪 很快就会改变过来 我们情绪上 所有不良的反应 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程度也不一样 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 只有靠自己去调整 因为只有你才最了解 你的问题在哪里 比如说有人 他一被人家讲到他的痛点的时候 他的反应非常激烈 有人不会 有人听到人家说他的错误 他会很仔细听 然后很认真去改 有人不是 有人他非 他会变到底不可 他死不承受 那不同 我是看过啊 看过有一个人 人家在台上指名道姓的骂他 他在那里听 听得好像在听别人的事情一样 我在后面我真的对他很佩服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他在讲你 你知道吗 他说当然知道啊 我说你都没有反应啊 他说我有什么反应 因为从来没有人 像他这样骂我啊 而且他是每到一个人 一定这样骂 我对他很习惯啊 大家也知道他是乱骂的 那我气什么 你看这个人秀养多好 人家会知道嘛 是自有公断嘛 我气不气 有什么关系 记住我们不全好也不全坏 我们一直希望自己全好 不可能 我们一直希望他全好也不可能 我们一直骂这个人全坏 也不是事实 我的行为只代表我的一部分 并不能代表全部的我 因为有的人他只是嘴巴坏而已 他心很好啊 我看过太多人 我可以这么说 反正是心地越好的人 经常嘴巴越坏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坏心眼嘛 所以他可以这样讲嘛 有坏心痒的人 反正他嘴巴很甜 你去看好了 别人有缺点 我也有缺点 那就打平 打平了嘛 我干嘛自己抱怨 自己责怪自己 把自己扁到这么低 也没有必要 我只要不断的 把我好的部分 我把它增强起来 把我认为不满意的时候 我慢慢去修改它 让它减少 就好了 所以各位看我的书 我很少用消灭 我都用消减 不可能消灭 消减 减减减减减 就好了 它还是存在 存在就存在 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能接受 环定决定论 但是我们要承认 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中国人 你说环定没有用 那是骗人的 你说环定可以决定论 那也是奇怪的 环境对我们有相当的影响 这谁都不能保认 但是你不能接受它 对你的控制 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一直在这个社会里面 要生存 我们不能生存在国外 人在这里 而你把自己幻想生存在国外 这是不切实际 所以我经常坐各社各样的车 各社各样的人开车 我都听到相同的话 哎呀 又塞车了 我心里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可笑 为什么 全世界的都市没有一个不塞车 塞车是平常式的 你到瓦森登DC 过一条桥 可能过40分钟 我们在台北曾经看到的那个建筑物 半个小时到不了了 你下来走路很快就到了 它就到不了了 可是你如果坐那个计程车 你好不好意思说 我在这里下 那他先想你下 那我再去等 钱谁付啊 拉了你下 同甘共苦 是不是这样 你乖乖地坐在那里 包呆 看到了 半个小时 因为车子根本不能动 全世界只要是都市 没有人不闯红灯 所以我们很多观念说 哎呀 这个美国人多好 你去纽约看 纽约没有人闯红灯 我输给你 那什么人都闯 你不闯了怎么办 我没有鼓励闯红灯啊 他朋友说 哎呀 我曾经说我鼓励闯红灯 我只是告诉你 在巴黎 在伦敦 在纽约 如果大家感受那里的人 不闯红灯 我就一百个不相信 我们到伦敦 他有一天的票 你这一天可以走来走去 就这张票 等到晚上 你要回家了 你一出来 好多年轻人在那里 承接你这个票 因为那时候他刚要出去玩嘛 所以你11点回来 他拿你的票 你11点回来 他拿你的票 他最起码还可以 玩半个小时